光丰地区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署计划支持及辅导 5号特别北上板桥区农会活力超市前广场 举办了国产特色杂粮产品加持行销记者会 向全国消费者推荐来自好山好水的花莲所生产的各类杂粮产品 也严选推荐出限量200组特色杂粮福袋 抢供半手里市场 为了推动国产杂粮发展以及开拓多元行销通路 光丰地区农会结合农粮署东区分署布园千里 辉军北上板桥区农会活力超市前广场 办理国产特色杂粮产品加持行销记者会 100公顷当然就是我们合会很多的小农 我们也结合很多的在地的小农 做一些加值的产品 这几年第一个非常感谢我们东区分署的主保跟支持之下 经费的益助之下做了很多的加值的产品 光丰地区农会推广杂粮的多元利用 以及附加价值成功一业结盟 开发限定版鲜猪肉以及可乐果 开发限定版鲜猪肉可乐果以及薯豆乖乖之外 而已在市面上销售的各类杂粮加工产品上 有国产豆奶、豆腐乳、花生酱、黑豆茶 杂粮面线、豆包等等多样化的产品 再在让都会地区消费者惊艳 官方地区农会表示 106年成立花莲县第一个杂粮集团产区 目前种植大豆面积超过200公顷 而其中八成面积已经通过有机以及产销履历链证 这次活动推出限量200组严选杂粮福袋 福袋为特制精美环保提袋 里面包括树豆乖乖、产销履历黄豆、豆奶、红黎面线 及台巴朗黄金、糯小米等等 冤价488元、特价399元 也希望大家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国产杂粮以及农产品 一起成为台湾农业的强力应援团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